2014年住到池上来 我最感谢池上的是 重新让我做一个功课 就是缓慢的功课 对 这一排 从左边开始是莲雾 然后这个开花 现在开花是芒果 然后比较矮的这个是龙叶 它们是轮流开花 轮流结果 然后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 满地都是莲雾 满满都是莲雾 因为我也不吃 然后芒果也是掉了一地都是 然后鸟最快乐 全部是鸟在吃 好看呢这个花 这个花称那个蓝色好漂亮 讲住村讲住村 那我到池上的时候 最好笑的就是 我当时根本大概就是一个观光客 我就急着画画 每天就想赶快把这个空白的画布填满 那邻居都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其实在生活 我后来认识张天柱这些人 知道他们在典礼 一期到座 二期到座 他都不能急的 在自然里 他永远告诉你说 你要按照节气 一年的四季 二十四个节气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就认真的去做 所以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就没有画画 我就出来跟他们 看他们劳动 看他们劳作 甚至跟他们一起到田里走一走 我就开始觉得 我那么急画画干嘛 我应该先急着了解池上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到田里 他们寻田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去走 蒋星老师来的时候 我就在稻田里面 我说蒋星老师你下来一下 你来看一下 这个稻子 你从这样子走过 两重稻子的中间 你把它塌下去看看 你用脚慢慢地把它塌下去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会感觉到 啵啵啵啵的声音 然后它就塌下去 真的有啵啵啵的声音 我就跟蒋星老师讲 那是你把那个稻子的 跟塌断的声音 那它吓一下 塌断了怎么办 我说这没有关系 它断了之后 那这个稻子 其实还会再长出来 会更茂盛 我在这里学会了说 可以看到一个农民 擦了秧 等这么长的时间 他不能乱去拔那个秧苗 就是亚苗助长 那这是农业文明给予人类最高的警告 就是说你让他长得快 你就害死他了 你就是要缓慢 那我想那个缓慢 其实是一个伦理 人跟自然的伦理 也是人跟土地的这个伦理 大概来了池上以后 我才觉得我要做的功课 不是一直画画 而是有时候一整天没有画 坐在空白的画布前面 想到风声 鸟声 云里面 所有的这种水光的摇曳 那我想 这个东西回来了 我才能够面对这个空白画布 我才能够跟他真正的对话 我在那边讲过一次米勒 丸岛 张天柱就跟我讨论 那个马铃薯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他完全问到我艺术史以外的问题 可是我非常感谢他 就是说原来我自己避掉了很多东西 我只从画面上再讲 后来米勒 因为他住在巴比松去 他真的住到农村去 生了九个小孩 一辈子在那里 所以我想米勒跟所有巴比松画拍 都不一样 因为他不再做观光客了 整个众谷的生活让我慢下来了 就是对一个画画的人来讲 我们常看到一个风景 我们画它 它是一个空间 可是在池上住村以后 我才发现 那个风景不是空间 它是时间 因为十月以后 收割以后 什么时候烧田 什么时候油菜花起来 然后什么时候到来年的历春 要开始插秧 那个整个光线的变化 跟风景的变化 是这么不同 因为直到的池上以后 忽然感觉到色彩跟光线 跟季节之间 这么紧密的一种关联 就那个季节在节气里的变化 是我在台北已经很久都忘掉的 可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功课 其实是在众谷的田野当中 你走在那当中 你感觉到四季的变化的时候 它才是创作的真正的一个源头 喔 这样 来 快来 好乖 你好乖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跟来池上逛逛的朋友说 不要急 最好下来走一走 那如果你不走 你会遗漏池上最美的部分 那池上的缓慢 不是慢 是一种从容 一种不慌不忙 让生命可以天长地久 那个在整个大自然里告诉你 一切的东西 急躁都不能成就大事 一切都不能成就大事 一切都不能成就大事